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金钱管理的关键策略揭示 你不能错过,这里有11种金钱管理方式 在当今的社会中,有效的管理金钱使用习惯至关重要 金钱问题不仅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关系到我们的未来生活 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如何改进金钱管理 我们将分享以下11个关键的要点,它们覆盖了金钱管理的方方面面 无论你是希望储蓄更多降低支出,还是找到更多的赚钱机会 这些建议都会为你提供宝贵的指导 让你在金钱管理的道路上更加的自信和明智 介绍金钱使用习惯的改善清单 首先,了解需要改进的方面 这个清单可以包括如节省,投资,储蓄,还债等多个方面 以帮助你在财务管理上有更好的规划 选择清单中的一项改善 你不必感到不知所措 因为清单上的每一项并不都是必须要立刻实行 选择其中的一项,专注于改进它 这将有助于提升你的金钱使用习惯 忽视别人的生活方式 不要过于关注他人的消费和生活的方式 因为攀比只会让你失去快乐 真正关注着自己的内心需求 避免盲目的跟风 区分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将支出分类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确保你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 同时控制非必需品的支出 分散储蓄 将储蓄分开存放 包括应急基金在不同银行 这有助于应对紧急情况 避免将储蓄用于不必要的消费 远离引诱你消费的地方 比如某个地方或活动会引诱你不受控制的购物 应尽量的避免前往哪里 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自动化生活将一些传户性任务制度化 比如说账单支付和储蓄 这有助于降低财务的管理的负担 确保支出得到管理 寻找额外的赚钱机会 寻找其他赚钱的方式 思考如何增加收入 例如兼职工作 创业或者是投资 不要挥霍意外之财 当你获得一笔意外之财的时候 不要将其用于改善生活方式 而是将其储备为应急基金 或者是用于重要的支出 分别一些你用钱 支离一个小余月的清单 其中包括一些你需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 但要控制支出 逐月慢慢实现这些小余月 问自己为什么要购买某物 在购买决策之前 深思熟悉自己的动机 确保你购买物品的原因是合理的 避免冲动动物 以免后悔 这些方法将帮助你在金钱管理方面 取得更好的成果 逐渐改善你的金钱使用习惯 记住 财务管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通过有计划的实施 这些方法 你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那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